今天要把它改,因為現在的話呢,我們是一定要有個連結 那也就是說呢,當然這個資料一定要放在SERVER上面 那這個SERVER上面的話,我們去連抓到OK 可是問題有的時候就是可能你的其他的客戶啦 或者是說你的其他的廠商 他提供給你資料的時候,他不見得會是放在SERVER上面 可能是丟一個檔案給你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你就沒辦法用剛剛那個方法了 那怎麼樣可以把從網路上抓,變成說讀取檔案 那其實就改,第一個 我們那個REQUEST這個地方可能就不需要了 所以第一個,如果你要改的話 第一個這個地方REQUEST就把它刪掉了 第二個的話呢,這個GET這一行也不需要 HTML這一行就把它槓掉了 然後HTML這個也槓掉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JSONRO 有沒有,ROX這個就是ROX資料 所以這個也槓掉了 也就是說呢,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去抓那個檔案呢 所以再來我們把那個剛剛的 所以這個將來可能把它改成JSONRO 不是JSONROX 那JSONRO的話,你必須有個檔案 可是它需要的是一個檔案物件 那個檔案物件通常是F 所以這裡的話,第一個如果你要改的話 把那個從網路上抓那些部分,通通殺掉 然後留下的部分的話,就是留下什麼 留下那個JSONROX,把JSONROX 改成JSONROX 然後呢,必須要提供給它一個F物件 那F物件我們前面有做過蠻多的 不管是開檔也好,或者是存檔也好 都會產生一個F物件 那F的話,通常是F等於 後面用一個Open的方法 所以呢,前面這個 我們剛剛做的是W W是寫 寫進去嘛,Write 那如果你要讀的話 首先的話呢,你就跟它講說 我要讀喔 所以呢,我要讀那個檔 所以F等於Open 然後呢,你要看它檔案的路徑 而且呢,那個路徑 如果是 因為我剛剛存的路徑 是放在我目前的這個模組一樣的位置 所以我這個module都放在這裡 這個路徑 所以有兩種方法 一個方法是相對路徑 所謂相對路徑就是說 反正我的檔案 跟我的程式是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只要跟它講說 檔名跟副檔名 所以我剛剛有存一個檔 叫什麼 這個Read101.JSON 有沒有 這也是檔名跟副檔名都要給喔 所以我就直接把這個貼過來好了 這樣比較不會錯 然後呢,後面的話,重點 因為我要讀嘛 所以讀記得 把剛剛的 本來W改成R就可以了 R的話,表示說呢 我用的是那個Read模式 就是讀取模式 重點後面記得編碼 因為呢,這個編碼方式 我們剛剛知道它是UTA8 所以記得喔 這邊也要用UTA8的方式 所以encoding的話 等於什麼呢 後面記得加一個UTA8 這樣子 OK的 所以喔 程式就寫完了 基本上的話 把剛剛第一個 request那些東西刪掉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json row Rows 改成json jsonRow就可以了 第三個呢 Row後面的話 就不是一個字串 不是什麼html.test 而是一個F物件 差別在這裡啦 然後呢 我們就必須要產生一個F物件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json的檔案 開起來之後 先丟到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呢 這個物件呢 再丟給它去roll OK 這樣就完成了 當然呢 還有更精簡的寫法 就是你一個物件都不用 直接open 產生物件就放在那個位置 當然我是覺得 那樣的寫法 雖然精簡啦 但是對理解好像比較 沒辦法那麼好理解 這樣應該比較好理解啦 OK 所以你會發現 你們Google一下 就是 同樣做到的事情 可能會有非常多種不同的寫法 那至於哪一種寫法 比較OK 我是覺得取學一下 你比較好 是不是比較好理解啦 所以每個人理解的方式不一樣 寫出來程式也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你最好自己 找一個你熟悉的方法 那個熟悉的方法就是 你自己一定記得起來 不會寫錯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OK 好 另外那個什麼呢 網路上其實還蠻多 都會用wis wisopen 然後呢 s 什麼f 冒號 也可以啦 只是說那個用多個wis 說真的 沒什麼太大 因為wis大部分都是 就是你的物件重複出現非常多次 你這樣wis會比較精簡 但如果沒 才出現一次 你幹嘛用wis OK 所以這裡我通常沒有用wis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 run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 應該沒什麼問題 直接run一下 它沒有錯誤訊息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檔案 理論上應該會是在 剛剛這個地方 那因為是UT28 所以我按右鍵 把它編輯開起來 這樣應該沒問題 好 那這個地方 主要是 改這兩行 就OK了 那我會把這兩行 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20 也是在28A這裡 就這兩行 那 再來的話 其他還有哪一些地方 可能要順便說一下 就是 底下的話 其實當然 讀資料還有別的方法 這個 待會再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 這個讀網路的連結 改成那個 讀取檔案 畫面下還給各位一下